Hello, 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最近我比較忙, 因為上了很多 online lessons 所以沒什麼時間去做 video 但我決定會做一些 video 教大家如何用那個 technique transformation exercise 因為很多人去買這本書 我希望可以幫助大家如何善用這本書 最近的 online lessons 比較忙 很感謝香港的學生繼續支持我 以及有新的人去加入 有些 consultation 澳門的學生 美國的學生 有很多不同的學生去支持我 很感謝 最近要說一下國語 因為太久了 我的國語太久了 沒有用了 所以要鼓掌一下 那 我今天想分享一下 關於練習的一些情緒 因為我很明白 其實 很多時候大家想練習 但未練習已經很害怕了 或者未上課已經很害怕了 因為這次好像沒有練習 沒有什麼進步 被老師罵 因為老師覺得我好像很難 沒有練習過琴 其實我真的練習過琴 其實真的很想過去練習 但每一次走過之前都很害怕 覺得自己做不到 我記得其中一件事 是我叫學生去分析的時候 拿一個譜 不如進入職場 究竟是什麼 職場 職場 大家覺得很害怕 這麼難的 有什麼用的 為什麼我要彈的時候 要知道那些惡力 或者分析那些角色 有什麼關係 很簡單 我想分享一個感受 一個故事 一個經歷 的經歷 就是我小時候 我爸爸很喜歡 給我們一些文言文的文章 我那時候可能只有七、八歲 背著長行歌 三字經 木蘭詞 那些很長 短一點 但是 他叫我們硬背 硬背完一輪 你記得那些字 但你不知道為什麼 他試一些文言文的詩詞 其實是很精簡的字 解釋了很多意思 他從來沒有解釋 所以你可以很硬去記 那些音 那些字 表面你可能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其實 你個人的女兒 其實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很辛苦 背了之後 忘記了 然後又被人罵 那時候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背了一些東西 我是不明白 所以 彈琴也是這樣 可以練了很多次 又有頭彈到尾 彈了日晚一次 但你總是覺得好像不熟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裡面的歌曲發生什麼事 那為什麼才知道 歌曲發生什麼事 就是要分析它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歌曲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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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伴奏是做什麼 線條是怎樣去 去 communicate 怎樣去寫的 那個調 發生什麼事 那些歌曲 最簡單是major minor 或者是diminish signary dominant 或者今天的同學說 augmental 6 那些複雜 那些 你要知道 聲音 效果 或是 歌曲發生什麼 音語音發生什麼事 左右手 有些線條 或是四部分 寫作 究竟是怎樣來的 它為什麼會這樣寫 有些什麼特別的聲音 感情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知道那些句子 在哪裏開始 哪裏遠 哪裏停頓 或者這個句子 和這個句子 有什麼關聯 這一段和這一段 是怎樣發生出來的 如何發展 跟鴻背的文章 即鴻背的俄文章 沒有什麼分別 根本你不知道他做什麼 但你記得一些聲音 你會看文章 你會了解 很多時候 我們會代入 譬如那個故事 那個主角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很傷心 很難過 很緊張 看好戲 會哭 很生氣 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你要了解那個內容 音樂那篇 好像文章 你要了解那個內容 知道內容去密 究竟這一段是發生什麼事 那個 subject是怎樣發生 後面會怎樣發展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知道 其實很難去記得 很難去打得信 有其他事情 這是音樂方面的了解 另外就是講音樂的技巧 即是怎樣去做那些搬力 或者怎樣去動作 令到你去把那些音 連貫 那些訊息可以看得很順 那些力可以做到 即是大小聲可以發揮 這些都是要了解的 你練的時候 你是有個高 我跟學生說 就是很清晰 不要只是練好一點 練好一點是什麼 究竟什麼好一點 是否那個順暢的程度 是否那個速度 是否那個節奏 是否那個大小聲 是否那個線條的清晰度 是否那個聲音的平衡 是否那個聲音的平衡 是否那個dynamics的contrast 和那個build-up 是否那些articulation 是否那些fingering 是否那個音樂想了解 就是那些chores 或者那些intervals 我聽不清楚 你要很清晰的經驗 或者那個技巧上面 有些什麼問題 就是你要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要解決什麼 然後你要 不要有一個想法 我一次過就解決了 所有東西 是不可能的 即是最後要彈完 所有的東西 都是很好 大小聲跟我說 速度很穩定 節奏很清晰 很對 那個大小聲的感情 那些東西全部做得很好 和一個時間 你會做 但是當你練習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的 你開頭 尤其是你很開頭的時間 你學一首新的歌 你可能要專注在一件事 或者你有困難去彈一段的時候 我抽一件事出來 我這次彈的時候 或者練習這幾次 我只是專注在一個速度 我可否能保持一個很準的速度 我用拍子機也好 我要去Beat也好 我要去Developing Impulse也好 總之你要專注在一件事 然後只要聽一件事 我可否改善了 更改善了 另外一個歌 可能是我的節奏要穩定 很清晰 對的 不可以隨便 Dot就長一點 我數得很準的 Rest要有聽到的 有做的 另外一個是 我這次做的速度 我可否快一點 我剛才跟學生說 很多時候我們要100 我們只要80 我們只要80 那就糟了 我彈不到 不要由一次過 覺得我80 就要去100 我80 就要去90 不是這樣 如果我做不到 可以這麼快的速度 我只要做4 即80 84 或者80 去88 SC 練習得快速度 然後再去推動 那 mano 使你推動也要少一點 可能你開頭是8 可能你會開頭一開始 可能你會開頭4 甚至我做不到4 那麼我會推動2 兩度便可以了 80成82 你覺得 超過慢 很差 不要有一個想像 自己做不到 或者自己會很慢 如果你開頭 覺得我不是80 去100 或者是80去90 我就很差 你会想想,你不想做 你觉得自己做不到 但你做两度或四度,发生了什么? 我今天练习两度,我学习又练习两度 你这个星期是不是练习了十度? 练习又练习,练习又练习 不可以了,算了,不练习 你要设计一些小的步骤 令自己,我练习的数据是100 但我今天练习多两度 今天练习多两度,就像存钱 存2元,很少 但你存2元,2元,2元,5天后又有10元 我练习5天 你一个月练习了20次 你就会有很多钱 你不会只有零 我只有10,我去到40 我永远都坐在零 我练习不到钱 一个月40,下个月80 下个月一个月 那我练习了很多 就像室内训练 那些人 你不用一次过弹一些好心的 如果你是弹到8级 或者是弹到diploma 但你西域人同时没有练习过 那你不要觉得 哎呀,我真的不行了 或者你要一下子 就要弹到5级 我要弹到6级 因为是那个 AVSM是个requirement 那你怎么做不到 那你不要在6级开始 那你便退前一点 3级 甚至1级 你要接受那个演示 我真的做不到 我现在又开始了 我弹4个小节 我弹8个小节 我弹一些简单一点 我要accomplish 我读到所有东西 我的节奏 音 那些大小声 我做完的 articulation 然后你慢慢练习 读到Grade 2,Grade 3 不要一直在一起 哎呀,太难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太难了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开始 我永远都做不到 那我就不做 然后我坐了 一、二、二、三个月 五个月 一年 然后五年 我都没有练过Size 3 然后突然觉得 哎呀,糟了 我要考快讨计 因为你要做完 那你便会 没做过 突然说 你要从零到Grade 6 那不是很难的 突然很短的时间做 所以每天做少少 做两个小节 你read 我忘记是哪个 不知道是Pedolesky 还是 如果你记得是哪个 好像是Pedolesky 就是说 你每天read两个小节 每天背两个小节 你三十日 已经有六十个小节 是很少的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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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想想 太少了 然后不做 不得零 但是如果你一年做 两个小节 我三百六十五天 我每天做两个小节 有七百多小节 我没有当 但就算你没有 每天都做 怎样都有五百个小节 那就是你背了 或者你签出完 也可以是这样 如果你的运动快 你就可以读多一点 你今天可以读到四个小节 我今天读到八个小节 我今天读到十五个小节 但是你有一个设定的计划 很多时候 人们坐下 没有想过训练什么 我训练好一点 我训练快一点 甚至训练顺一点 但是 究竟多快 多顺 多多 有个目标 你也训练 你要学习百分钟 süa 可以讲 如果的年后 你也认为 你 owner 你勉练了十次 如果也是练习十次 例如你两只手练习十次 不如你弹四次左手 弹三次右手 然后双手三次 或者左手太差了 弹五次 然后弹三次 然后弹两次 你也是弹这么多 当然你想弹多一点就练习多一点 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也是用同一个时间去练习不同的东西 就是不同的方法去练习 你觉得自己最练习的东西 是你最需要练习的 其实你最不想练习的东西 你想想现在 最不想练习的东西 那就是你最需要练习的 而且第一样要练习 然后你会弹得很难 很不懂 很不练习 你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我和学生去练习技巧 练习练习练习 教个闹钟在电话上 你们有电话 现在很方便 教个时间 五分钟 然后再练习 然后练习 然后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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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东西 你想练习多一点 是可以的 但总之你会知道 我做了这五分钟 但当然很练习 不要随时随时 我练习了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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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练习 我练习了俾 并练习了五分钟 我练习了九分钟 然后再练习